Row Query Row Query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下查询的语法 只有查询比较特殊 那回来用什么 用科蛇去接 接了之后呢 再去建一个什么 这个Simple Cursor Adapter 再去丢给谁 丢给那个LV01 就是List View 那他就建起来了 所以基本上呢 那这些其实不用背 以后反正会有范本 你就知道的范本 你看了懂之后你来改 我想应该也都改了出来 那你做完之后 为什么底下的这个清单 会去更新 道理其实就是在这里 OK所以 基本上你只要把这个范例 搞懂改的差不多 就是去使用它 很多地方大概就是这样 都可以通了 OK 那至于说呢 我把它按Bag键 它会怎么样 它会把旧的资料删掉 其实主要就是 我在那个最后有一个 On Detroit 这个是上上礼拜讲的 生命周期里面 会有一个On Detroit 什么时候会触发呢 当我按Bag键 它一定会触发On Detroit 那里面做什么呢 我去 这个 Drop Table Drop Table OK OK 那Drop Table之后的话呢 这个Table就不见了 那如果你在Uncreate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见 就可以再起来 但是这个有个漏洞 什么漏洞 之前就有同学发生 它不是按Bag键 它是按Home键 可是你按Home键的话 它就是不会去执行 这个生命周期 就是不会去Drop掉 那不会Drop掉 它又进到App的时候 会再执行一次什么 Uncreate 那Uncreate的时候会怎么样 Uncreate这个地方 它会去执行 当Uncreate会做什么 这边有一个语法 就是 会去这个地方 Create Table 那Create Table 我刚好讲到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 这边会是Create Table 书里面少写这三个字 If not it is 那因为书里面少写这三个字 所以你又按Home键 你跳进去 就挂掉了 为什么 因为它Table 没有Drop掉 那你如果没有这三个字的话 它是怎么样 它又会再建一次 可是问题这个 这个已经存在了 所以就挂掉了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这里面的话 牵涉到就是什么 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 然后再加上 最重要的三个字 If Not Aless 可是我发现很多书里面 都没写这三个字 那它就出版了 对不对 然后 对真的 跑第一次不会有问题 但是可能跑 back也不会有问题 可是就是有个漏洞 那个Home键按下去 再进去 就挂掉了 所以怎么办 要不就是干脆 你可能 生命周期 不要写在 on Detroit 你可能要写在什么 on Creator 再来什么 on Start on Resume 然后我们基本上写在哪里 会比较好 on Pause 的地方 可能比较好 on Pause 的话 那个Home键也会被执行到 On Detroit 也会被执行到 应该懂我在讲什么 如果不懂的话 可以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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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Activity 的那个 生命周期表 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 那个图 应该这个图没出现 我用Eclipse里面好了 Eclipse里面 就会有那个 每一个都会有 这边 那个生命周期图 其实在书里面也有 讲义里面也有 就这一个 有没有 Tasked On Creator On Stop On Resume 它是Longing的 那你按Home键会怎么样 On Pause 没有了 On Pause On Stop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你按Bag键是 On Pause On Stop On Detroit OK 所以差别在这里 那你程式该写在哪里 你要去彻底了解那个 Activity的生命周期 这点 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 其实你去 找App的工作 它第一个问你 请问 Enjoy的生命周期 如果我按个Bag键 分别执行哪些生命周期 这一定会问 如果你不懂这生命周期 很多事就不用玩了 OK 所以特别是要把这个 生命周期 那最后你程式该摆哪里 就会比较清楚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因为这个生命周期 牵涉到就是 你按不同的按键 它会去执行 不同的生命周期 所以你要对应到 它的不同的动作 你就要把程式 写在不同的上面 不然的话 你不能说 只有一个地方 Uncreate Activity不是只有 Uncreate而已 还有其他地方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讲的这个范例 就是在我们上个礼拜的 第十三章的 云端上面其实也有 所以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另外我的讲义部分的话 是在第十三章的讲义 第十三章